靳雯说你需要一位翻译常驻GMF 对啊 他不大想去 我还在找其他的人呢 我可以去吗 怎么了 不想待在九通啊 如果他不想去的话 估计你也只能派我去了 还不如我自动请阴 而且我也很需要钱 你确定 你可以调整好状态 就胜任这一份工作吗 嗯 好吧 过去需要换个新的环境 来改变自己 在我们GMF呢 一共有一百三十六位建筑师 而且百分之九十都是男性 这一层主要是办公区域 有五个设计师 还有一些办公及职能配合的部门 比如说我们人事部 行政部 后期制作部 还有一个小卖部 小卖部 开玩笑的啦 怎么会有小卖部呢 虽然没有小卖部 但是餐饮室 娱乐室 茶水室 员工休息室 却是一应俱全的 那翻译部呢 翻译部啊 翻译部跟小卖部一起被裁掉了 开玩笑的啦 翻译部啊 现在并入了行政部 我们公司只有一个正式的翻译 叫Emma 她负责德语和法语资料的翻译 她开会去了 你下午就能看到她 这么大的公司就一个翻译啊 不是 还有你吗 我 开玩笑的啦 还有酒痛 公司所有的重要文件 尤其是标书 设计案 设计说明等 都必须要用英 法德三种文字 抄送总部备案 这些工作你都可以胜任吧 我 我一个人啊 开玩笑的啦 这些工作都由酒痛做掉了 你只要负责 从总部及各分部发来的重要资料 邮件 会议纪要 行业简报之类的翻译工作 如果是英文的呢 你就把它翻译成中文转发下去 如果是中文的呢 对了 中文你懂不懂啊 中 中文 开玩笑的啦 中文你当然懂了 虽然你普通话说的也还蛮普通的 来 我们继续往前看啊 这个楼上啊 就是总裁办 总工办 财务部 以及档案资料部 我们上海分部的总裁呢 就是王继川先生 你主要负责他的翻译工作 同时兼任秘书工作 就是PA 私人助理 来 看看这边 这间办公室是王丽川先生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丽川先生是季川先生的弟弟 也是我们以前的总裁 王丽川先生是建筑界的一个传奇人 他不但才华横溢 为人还十分地低调 他走了以后 我们都很伤心 我们大家都很怀念他 远逢不动地 把他的办公室保留了下来 还有他用过的那支圆珠笔 对不起 我有点失态了 你说走了 是说他去世了吗 去世 开什么玩笑 他没有去世 他去苏黎市了 他回总部工作了 王总现在开会去了 下午他回来以后呢 我介绍你们认识 你先去熟悉一下你的办公区 跟大家打打招呼 有什么事就喊我 你能消息 去世了